8月10日消息,ESPN专家对NBA先赛系的最佳新手做了一轮预测,最终从投票情况来看的话,独行侠未来之星卢卡东谢其最为看好,他拿到了58%的第一选票,而让爱顿紧为24%,其他人就更少的可怜了。 有一名网友TBAC3F却发表评论着,这排名真是糟糕透顶,路卡东谢其是我见过最被高估的人了,俗话说个话入个眼,球你有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,但这不是亮点,亮点是有一名新修给这条评论点了赞,他就是绝金队的小波特,绝金今年用14号签摘下了迈克尔波特,被认为是捡到宝, 因为以小波特的能力,掉到这个位置,还是让人有些意外的,大概是因为他的伤病因素吧。 据悉,小波特已经确定因为脊椎外科手术而无限期休战了。 所以,网友奉劝小波特,你还要闲心去diss别人,先操心一下自己能不能登场吧。 小波特的点赞行为为开作是情商低,同时也从另一方面章写出,他的自信和桀骜不逊。 虽然尽为14号秀,但他自认为不比前面那些天才差。 不过,竞争最佳新秀他是没戏了,能威胁卢卡东谢奇的,还要看爱顿,马文巴格丽,小加伦杰克什和特雷扬等人。 在NBA选秀大会之前,路卡东谢奇并被视为壮的热门人选,即便最终摘得了叹花,也没人认,为他不如前面两位。 最主要的是因为他在欧洲所取得的成绩,不管球队层面还是个人领具,他在19岁的年纪都达到了极致,这也让他在没进NBA之前,变成为了美国本土天才们的公敌。 大家都是出声牛肚,谁又会扶谁呢? 枪打出头鸟,被捧得越高,遭受的极度也会越多,不知有多少人在等着看东谢奇的笑话呢? 只是小波特表露出来了,而其他人藏在心里而已,东谢奇虽然在欧洲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,但那毕竟不是NBA,水平不同,篮球文化也窘异, 故他登陆美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适应,在新赛季没开打之前,一切都不好说,这也是有人嫉妒看好他,有人却大肆看衰的原因, 就像当年的卢比奥一样,顶着金铜的名号,虽然也闯出了一番名声,但仍不及预期,让我们拭目以待,新赛季是卢卡东谢奇打脸喷子,还是在无尽之一声中沉沦?